观众朋友们晚上好,欢迎收看梅度新闻。 今天是2月12号,星期一。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外的最新消息。 随着2024年大选经修期的到来, 我国全国境内的大选宣传海报将被拆协以控。 2月11号到13号为大选经修期, 相关人员将全国境内的大选宣传海报拆协以控。 南苏拉威西省西江市15个乡的大选监督机构人员、 城管人员和警员拆下了室内此前设置的 三千分大选宣传海报。 相关人员头一天聚焦于各大街头设置的海报, 逐渐转移至民居区设置的海报。 与此同时,相关人员也在马洛四线 进行了同样的拆卸工作, 对多幅的大型海报相关人员被迫采取手工拆卸, 以将工作彻底进行。 同时,极落基线的大选监督机构发现, 线内的部分宣传海报尚未彻底拆卸, 该机构为此呼吁当地大选政党成员 自行拆卸剩余的海报 与确保湿容的整洁。